哦,对了,哥 咱妈不是说我拍的那两个抖音有点妖艳吗 我把那两个抖音锁起来 那不行 妈妈不喜欢我那么妖艳 没有,妈没给我反 妈不是给你说的吗 不行,你不能说妈妈 妈妈昨天跟哥打电话的时候 我听到了 妈妈说 欣欣,看着那两个视频 有一点点妖艳哦 而且露的肉有一点太多了 然后我偷听到了,你知道 我听到了 我不是偷听了 因为你打电话你的声音有点大 我是真听到了 你开了小抖音 然后你开抖音当时我听到了 我妈说星星拍的那个视频 有点那个傻 然后我反问了她一句 我说你羡慕吗 我妈当时就愣住了 你也太坏了,你怎么能这样 不是,我就特别讨厌别人 评头论足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独立的个体 不是,你不明白 妈不是那个意思 谁都希望自己儿子找的对象 或者说自己的儿媳妇 是那种乖乖的 没有,我跟我妈的关系 我们俩一天能打超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 她知道我俩关系特别好 所以我俩啥都能说 妈每天会和她打电话 她们已经形成就习惯了 就每天打电话都会超过一个小时 不是,她有 因为我觉得星星拍的那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都看过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 然后当我妈这么说 我妈一张嘴 我就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们俩就是这样 我一张嘴 我妈就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妈一张嘴 我就知道她憋了 诶,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妈一张嘴 我就知道她憋的是啥话 你真跟妈说的 你说你羡慕吗 你没听见了吗 在旁边 那一句我没听到 当时我满脑子都是 我要赶紧锁起来 我要锁起来 我当时就心里就想 不行,我要锁起来 妈觉得我妖艳 我就直接反问 反问我妈 我说你羡慕了吗 我当时心里就想 妈,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妖艳见惑 我说我是乖乖 我是个乖乖 我不是小妖艳 我当时满脑子就想了这个 然后我就给锁起来 这个都想了一百多千 我太亮了 我睁不开眼 我散光 难受 这样就滑一点 再蓝一点 反而会写 人家说蓝显了黑 我又不怕黑 我白 我怕 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能跟妈这么说 怎么 没事 咱妈从来不记仇 你羡慕妈 妈心里肯定想 我羡慕个屁 我是个女的 对呀 我当时的潜台词就是 一个男生都可以这么妖艳 你羡慕你 你 你不要我气死了 没事,咱妈也没事 一只有人在刷 那个 张钱宝贝 哈喽张钱宝贝 张钱宝贝 不是 他